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感谢天 感谢地 感谢命运 让我们相遇 自从有了你 生命里都是奇迹 多少痛苦多少欢笑 只成一片灿烂的基地 感谢我 感谢命运 感谢阳光照射着大地 自从有了你 世界变得好美丽 一起飘和一起流浪 岁月里全是罪人的甜蜜 海河故事和蓝天 风光依个脸 我们肩并着肩手肩着手 海河故事和蓝天 我们肩定的肩手牵着手 踏遍天涯 方便夕阳 可天与可远 感谢 感谢风 感谢雨 感谢阳光 照射着大帝 自从有了你 世界变得好美丽 一起飘过一起流浪 岁月里只是罪人的甜蜜 海藏故事和烂金和梦的可恋 我们肩定的肩手牵着手 海藏故事和烂金和梦的可恋 我们肩定的肩手牵着手 手牵着手牵着手 海藏故事和烂金和梦的可恋 我们肩定的肩手牵着手 海藏故事和烂金和梦的可恋 我们肩定的肩手牵着手 肩定的肩手牵着手 请新郎挑起喜帕 从此称心如意 我太感动了 这一条路他们走得好辛苦啊 虽然辛苦 总算等到今天了 他们愿从回江走到这里 用了多少血泪才营造这个婚礼啊 孟丹终于娶到她的新娘了 好美的新娘 好美的婚礼 我都快哭了 请新郎新娘喝焦杯酒 从此啊 长长久久 李承 师父 师母 请接受徒儿一拜 你这个徒儿 一路把我们送进了洞房 为了我们 你几乎丢了性命 还带着所有的人冒险犯难 我们心里的感激 已经无法用言语表达了 怎么还敢让你拜我们呢 谢了 小燕子 谢了 仲家兄弟姐妹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经历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事 怎么可能是一句谢字 可以表达出来的 今天晚上你不能哭 要讨个吉利啊 来 恭喜恭喜 甜甜蜜蜜 长长久久 有不非 好了好了 先杂认等 退出动法 赞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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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享受 才是家 有请享受 才是家 朝朝暮暮 无法踏遍空 沉默 那些可恶的孩子到底在哪里 派出去搜谱的人一点头绪都没有 这几个孩子居然把朕给打败了 真是有可恨有可气啊 你过来 是你放了尔康 对不对 如果皇后不去探监 你还会放了两个丫头 对不对 你就是皇后说的那个内线 对不对 是 你承认了 是 臣妾承认了 皇上 我非要这样做不可 因为我有太多太多的不忍 那几个孩子是皇上的心头之肉啊 我不愿意看着皇上用刀去割自己的肉 皇上 你不痛吗 你不痛 我带你痛 你不原谅他们 我带你去原谅他们 假如皇上不能原谅我 我只好领罪了 你和清儿掐住了朕的脖子 你们知道此时此刻朕已经没有力量去追究任何事情 也没有勇气去面对更多的失去 所以你们冒险 你们将朕的军 皇上 事情不是这样单纯 我们不敢将皇上的军 连此为何小燕子皇上一怒之下都非杀不可 何况是我和清儿呢 我们知道这样做就要承担后果 说不定难逃一死 我们仍然做了 就像小燕子他们放掉香妃一样 是只有感情没有理性的做法 为了他们你宁可失去朕吗 臣妾不会失去皇上 皇上要面子要尊严要威信 下了命令不肯收回 即使大家拼命的被皇上铺台阶 皇上就是不肯走下来 记得小燕子被那个老板扣留虐待 皇上都没有对他判死刑 对子薇和小燕子居然说杀无赦 皇上那个说杀无赦的人绝对不是真正的你 我敢肯定如果他们两个死了 你的痛苦绝对超过了现在 我不愿意看到你那么痛苦 造成无法挽救的悲剧 所以我冒险了 因为我是那么深切地爱着皇上 如果我为此而失去了皇上 那么我也算认错了皇上 朕从来不知道你这么会说话呀 臣妾从来不会说话 只是口说我心不需要计较 居然给他们逃掉了 恶命搜遍了整个北京 一点消息都没有 真是个饭头 我们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成功了 没想到功亏一篑 已经绑夫罚场 还会被人救走 你想他们会逃到哪去呢 这尔康和永齐自小娇生惯养 奴婢成群的王子皇孙 怎么肯跟着两个丫头去流浪呢 娘娘已经成功了 那两个丫头总算被赶出了宫 娃阁和尔康也被逼走了 不管他们流浪到哪儿 他们再也进不了皇宫大门 他们威胁不到娘娘了 是吗 娘娘你想啊 那紫威丫头 没有皇上血缘成妖 已经什么都不是了 娃阁逃出皇宫 和尔康结党结派 又结了囚车 如今成了囚犯 你想 这大魏之争 他还有希望吗 是啊 他们这么一闹 得把所有的权力和地位 统统的放弃了 那福家一门尊贵 联合了令妃娘娘和五阿哥 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但是现在 所有的荣华富贵 整个都瓦解了 皇上不追究佛伦夫妻 是皇上的仁慈 但是福家得宠的日子 从此结束了 那令妃娘娘 一个人能成什么气候 那十五阿哥毕竟还小呢 温馨她对极了 依你看 我们还要不要斩草除根呢 斩草除根 要知道草长在哪儿 至于那些野草除不除 爱不着咱们的乳 只怕会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啊 好了 宋军千里终许已灭 我们就在此分手吧 你还要死 韩湘 真舍不得你 你要保重 保重啊 你们也是 大家一定要小心脑袋 小燕子 你最粗心大意了 以后做事情一定要小心谨慎呢 紫薇 你要注意身体 这一路上风生雨露的 千万要小心啊 金锁 柳红 你们两个一定要保护他们 我们会的 你放心吧 师父 你一定要照顾师母 你还欠我 你还欠我好多武功 到了大理以后 一定要还给我 你们一定要去大理啊 什么图什么龟 一言为定 不要依依不舍了 我们这样一大举人 站在这儿化别 也是很危险的 让蒙丹和韩湘走吧 我们要赶快赶回农舍去 后会有期 各位 战时再见了 大家珍重啊 后会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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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天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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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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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风儿 我是沙 是沙 风儿非ип 穷儿给他 我海车 双儿追过天山去 知道有一年 мире是 对 قول 你拼命嘛 涅沙 娘 沾沾绵绵 沾香的故事应该告一段落 我们应该创造新的故事去了 我才不要为了分别掉眼泪呢 反正过不了多久 我们大家又会见面了是不是 我不要上街了 我要做点事情 对面的水塘里啊 我去捞几条活鱼 给欧嫂做午餐 小燕子 他们两个这么跑开行吗 会不会碰到官兵 要不要我去保护他们 不用了 这儿附近官兵搜查过了 不会再来第二遍 让他去散散心也好 走 小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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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塘在哪儿 你不要乱跑 待会儿迷了路 这个乡下地方 我们两个都不熟 畅哥这边树林就是了 我怎么可能迷路呢 我这路的本领呢 那可是第一楼的 跟着我走没错了 别怕那个怕那个的 又红度大的柿子 拿回去给大家吃多好啊 这样不好 我看这是片果园 有主人的 主人 主人在哪儿啊 你看他一个人都没有 你懂着我 我说你摘柿子好不好 如果待会儿真的有什么主人来了 你给他付钱不就行了吗 你要干嘛 我要把衣服脱下来包柿子 主人在哪儿 有人在吗 我们要买柿子 你真啰嗦 永齐 我们马上是要一起闯江湖 如果都像你这样的君子 我们都饿死了 我要告诉你一个深沉的法则 如果在有人的情况下呢 那我们只好赔钱了 可要是没有人的话 就是这样了吧 拿来 这个想象的偷 他根本就不算是偷 这就偷 根据我的经验啊 这应该是一片野生的柿子林 拿着 拿着 我去多摘一点啊 要放在哪儿 我去哪儿 他为你要走 去哪儿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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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 拿著 這是生的 太硬了 不要丟生的 給你 給你 夠了 小燕子 你把人家樹上的柿子摘光了 剩一點給別人吧 我們一共有十個人呢 一個人吃兩個才二十個呢 反正也不知道主人是誰 誰見著了 就誰呢 給你 小燕子 夠吃了啦 小偷 誰 原來是你們兩個在這偷我們果然的 大牛二牛 快 不要誤會 不要誤會 我們是來買柿子的 不是賊啊 因為喊了半天都沒看到人 這才自己上去摘的 你們看看多少錢 我付給你們就是了 爬到樹上 把我們整個樹都給摘光了 還說不是小偷 給我打 給我打 我們是小偷 我們是小偷 我看你們才都是一些同匪的 段不是說了嗎 這多少錢算算我們都賠給你們 跟我修什麼 跟我修什麼 再兇啊 我把你們都送到關主去 沒聽到嗎 這兩天官府都在搜查逃犯 我看哪 叫你們幾個 啊 啊 我們幾個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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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說呢 逃犯 逃犯 你們不會 就是 我看你們就是逃犯 快說 你們是從哪個監牢裡面掏出來的 啊 我們付錢 我們買這些柿子 你趕快算一算 我們要付多少錢 好了好了 是我們倒楣 給五吊錢嘛 啊 五吊錢 這頂都只有一吊錢 你們是強盜啊 再說了 這樹上有刻你們名字嗎 我怎麼知道是你們的 弄死什麼 跟我打 啊 五吊錢 就五吊錢 不要吵了 哎 快拿錢 快 糟糕 沒有帶錢 帶啊 小燕子 你身上有錢嗎 嘿嘿 嘿嘿 佑琪 快逃吧 佑琪快逃 啊 哎 各位不要激動 不要激動 我家就在那邊 我回去拿錢給你們 或者你們哪位跟我回去拿 我一定付給你們的 還想騙我們 給我打 啊 啊 哎呀哎呀 君子動口不動手 我一定會付給你們的啊 你不要講理了快跑吧 小老鼠放口咬他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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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子 小燕子 這人世子不要了 不要了 快走啦 快 狗来了 狗来了 小心 小燕子 各位君怡 坐快一点 没关系 走快点 快点 快点 你们回来了 来来来 赶快帮助干活 这玉米再不再可就要犯潮了 今年已经收成不好 麻利点快快快 那么不着急要吃饭呢 快点 是是是 我们这就翻 我把金牛银牛也带来了 给翠牛帮忙做点针线活 哦 那真好 君爷呀 翠牛啊 是我家小姑子 过几天呢 就要成亲了 到现在呀 这陪嫁的衣裳 还没做好呢 你家人口挺多啊 听说昨天晚上 就吹吹打打办喜事 你家怎么这么多喜事 不办喜事 只是练习一下吹吹打打 崇文家办喜事 还不是穷凑合 催妞 还把金牛银牛带进去 不是 走 我们干活去 哦 君爷 走来 快酒快酒啊 你能买力点啊 来来来 来来 金爷爷 走客 来来来 金爷爷来来 金爷来来 还有两个人哪 那小燕子长得浓眉大眼的 跟画像上一模一样 不要被认出来才好啊 来 弟兄们 来来 干 来来来来 来干干 哎呀 这些官兵怎么又来了 这不太奇怪了 难道皇上务必抓到我们不可吗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那个君爷快快 君爷 你们那个逃犯还没抓到吗 哪有这么容易啊 叫我们每天出来搜查 害得百姓家家叫苦 我们富得成交还好些 还能出来走动走动 来来来 大嫂啊 您这酒酿得可真好啊 天气冷 喝点酒 浑身热乎乎的真舒服 对 来倒点 好好好 多喝多喝啊 怎么办 勇琴和小燕子还没回来 万一他们闯进来 大家不是面对面了吗 别慌别慌 刚才我们不是也面对面了吗 那些官兵还是没有认出来 毕竟画像和真人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何况我们这身打扮和真人也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这些官兵磨蹭什么 怎么慢灯灯的一直不走呢 看情形 他们是给欧嫂的酒味坏了 存心来讨酒喝的 回来了回来了 走一走回来 小青楼 跟我吵架我 都没放弄养我们 这个玉米怎么翻不动啊 我得好好翻一翻 快翻 来来来 翻了 你干什么呢 我都打开了他 撑下他 傻妞 你又闯祸了 君爷啊 这是我家傻妞 她脑子有问题 小时候生病发烧 把脑袋烧坏了 傻子 喝喝喝 爹娘 都没想活着 公平小胡子 他欺负我 他把我的狮子抢走了 这么大的狮子 他把他的一块狮子 他都给娘娘娘娘了 他还把狗狗养我 抱抱 不要养我 大婶 你们家傻妞 我给你送回来了 我还要去干活 我先走了 傻妞 傻妞 你打了傻妞 你打了傻妞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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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來 快起來 快點 傻妞 傻妞 你打了 換我事了 這是我們家傻妞 你是知道的 快去幹活吧 好 站住 給我們瞧瞧 屎妞 屎妞 我的屎妞 快 快快快 快去 快給我 快給我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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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妞 你怎麼什麼都吃呢 趕明吃到有多東西 多了你 傻妞 傻妞 拖出來快 唉呦 這孩子你看 你看看你看你看 唉呦 對不起對不起啊 快跟君爺們道歉 說對不起 哎呀 上次小虎子那三字經啊 就是他給吃了 你這赤子的毛病怎麼老改不掉啊 三字經啊我會跟三字經啊 三字經啊 半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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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关进去 这不关进不行 一天到晚宠货 就是 等着他们走了 我再好好教训你 走 快吃 来 来 俊颖 对不起 对不起了 我家傻牛肉就是这样 见到什么东西 都当成是好吃的 来来来 再喝一杯 三十五跟各位 赔不是了 来来 喝酒喝酒 喝酒喝酒 别喝酒 我眼睛太饱了 你们还不满意 雨昭 来 俊颖 多喝点啊 大嫂啊 你们家可真够复杂的 到底几口啊 十多口 有泪呀 以为多姿多孙多福气呢 哪知道这阳气了太难呢 画像也没有了 回去还得补一份 行了 快快快快 快走啦 俊颖 来来 再添点 来 快走 走快走 俊颖 慢走啊 不送了啊 你们真奇怪啊 我演得那么好 姐姐就是个傻牛 其中年轻 连我自己都感动了 你们非得不夸奖我 还骂我 下次再碰上这种情况 你们别找我演戏了 自己应付好了 哎 也不是骂你嘛 只是要你小心一点 不要演得太过分了 怎么过分了 我是傻妞啊 不傻乎乎的怎么笑呢 那个纸肉我不法吃了 我们大家有多危险啊 我今天真倒霉 原以为啊 有很多柿子可以吃 结果又没吃到柿子 还掉到水里 又被大狗追 还吃了一多的纸 我怎么老吃纸啊 好像跟纸过不去啊 如果养成习惯 看到纸就吃那怎么办呢 其实啊 你把那些画像撕碎了 丢到地上去踩 或者丢到水沟里 回掉它最行了嘛 反正你是装风卖傻 为什么要吃呢 是啊 我好笨啊 我还没有吃呢 还好又让你过关了 这几个官兵啊 根本就是拿钱不做事的人 糊弄糊弄 打发时间就交差了 这才让我们逃了 要不然这么多的状况 他们看不出来 也都是一些傻兵了 他们才不是傻兵呢 是被我们搞得头昏脑杖 招架不住了 选人子 你那个三字经要么就不背 要么就好好背 怎么还会改词呢 不能不改啊 我一紧张全都忘了 再说了 这个傻妞如果她背得很溜 那就不傻了 不是吗 傻妞如果还能赶三字经 还能押韵 那还能叫傻妞 小安子 你实在聪明极了 真的吗 我很聪明吗 我押韵了 我会押韵 就只他们都说我笨 叫我成语也不会 叫我背诗也不会 害得我看到书本就怕呢 你非常聪明 将来啊 我来教你 包你一学就会 小姐 你真的和我胃口 干脆 你当我师父好了 你看 你武功又好 又会做师 还会吹销 我什么都要学 好了 我们言归正传 我看这个农庄已经不保险了 我想那些官兵回去以后 想一想就会觉得我们这些人很奇怪 如果起了疑心第三次来 我们就没那么容易过关了 我建议明天一早我们就动身 可是咱们的装备和马车全部在冒儿胡同 要不然我和肖剑就很去趟冒儿胡同 把东西全部带来 再不走确实来不及了 那个冒儿胡同 危不危险啊 会不会已经有人埋伏在那里了 我觉得皇上好像非要找到我们不可 所有和学士府有关的地方都有危险 那些装备可不可以放弃啊 不可以放弃 这一路上我们这八个人要吃要喝要住 衣食住行全靠谈的 这样吧 肖剑 柳青柳红 你们去趟冒儿胡同 我要冒险去趟学士府 什么 学士府 那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了 尔康 你一定要回去吗 对不起 紫薇 我必须要回去一下 不跟我阿宝和娘告别 我于心不安 那我跟你一起回去 不行 我一个人比较安全 毕竟我会武功 必要的事我可以逃 有你在我会孤子势必 挨手挨脚 也是留在这儿让我安心吧 尔康 你这样做实在是大大的不理智 我们这群人好不容易在一起 如果你有失手 大家就前功尽弃了 就是啊 尔康少爷 你还是听大大的劝 不要冒险了 副大人和副镜会了解的 不会怪你的 他们不会怪我 我会怪我自己的 尔康 你就少说服从多数 不要再争辩了 如果你一定要去 你要等我从莫尔胡同回来以后 让我陪你走一趟 这样好啊 让肖剑陪你去 肖剑的武功已经到了 神仙画画的地步 如果有他陪你 我们大家也放心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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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号 起时看到阿哥在这扫玉米的 不是说过了吗 不要再提什么阿哥哥哥了 是 你在干吗呢 你没看到吗 我在扫玉米啊 老碰到我们这群人也真倒霉 玉米弄得乱七八糟的 也没有人帮忙会扫一扫 人家晒玉米啊 就是要把它铺平了在那晒 你帮它扫成一堆了 不是越帮越忙吗 少爷 不懂就不要乱帮忙了 是啊 我根本不懂 我在这里越帮越忙 你怎么怪怪的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离开那座回忆城 我可能什么都不是了 以后漫漫长路 真是考验的开始 我以前在回忆城学到的东西 在江湖上 可能全都没用了 不知道现在皇阿玛 有没有想我们 还有没有在生气 不要再天天去磕睡龙了 就是它 把我们害得这么惨 小燕子 我们办一个交涉 以后你不要管我心里 对皇阿玛的看法 任何不尽的言辞 我都不会用在皇阿玛身上 我希望你也不要 瞌睡龙瞌睡龙的 叫来叫去的 还有 我们虽然要流浪江湖了 我还是不太喜欢 你的江湖习气 你可不也不要 再用偷的骗的 哪怕只是偷一个柿子 骗一个鸡蛋 都太不光彩了 不是光明正大的人 应该做的 你看 让人家当成是小偷 放了狗来追 真是难看极了 我们还没开始流浪 你拿阿玛架子又端出来了 如果你舍不得那个回忆成 你回去好了 我本来就是个江湖女子 你要我怎么改呢 看我不算也就算了 你先把这脸教训我 算了几 你还说要我 我变成一个全新的勇气 根本都在骗我 不要生气了 来不及了 已经生气了 是我在犯毛病 昨晚没睡好 一早送走寒香 心里也挺难过的 然后跟那些农夫吵架 被他们放狗来咬 你又摔进水里 回到农庄 又被吓得魂飞魄散呢 整个早上 我被折腾得七上八下 心里难免有些毛躁 不是有意要跟你勾气 我知道 我知道这几天 你跟尔康睡门板 打地铺 这种苦 你们从来都没有受过 好 好了 我以后不去偷睡的 好吗 其实我今天也不是存心的 已经被那个狗 吓得魂都没了 你不知道 我小时候被狗 追过咬过 最怕那种打凶狗了 这说 不是已经掉在冷水里了吗 算是惩罚了吧 好了 我以后啊 再也不叫他科学龙了 记得我们以前初询的时候 我们都叫他老爷 我现在 再叫他老爷 总可以了吧 下次偷痴子的时候呢 要找美狗的狮子猿 就这么明明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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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大爷 慢点 慢点 好 来 慢点 阿康 阿康 快过来 我把猫耳胡同的马 马车和刑事都给带来了 还给带来两位贵客 爸爸 和娘 你们怎么来了 你们居然把他们给寄来了 本来我们只留到学士会问问消息 可是伯父和伯母坚持要来 我们正好冒险了 和娘 孩子 福晋 福大人 实在太意外了 没想到还能见到你们 我们把银杏坡的那些旧衣服都拿来了 福晋又从宫里面把你们那些便账都拿来了 我想这一路上的衣服大概够穿了吧 福大人 福晋 瓦克 毕得最后你们还是走了这一步 是啊 我的阿玛 以后要麻烦你们两个照顾了 等他气消了 请帮我转告他 不管我在世上的哪一个角落 我都会永远地祝福他 也祈求他原谅 我明白 瓦克 你自己还要多加保重啊 是啊 我才没他那么有风度呢 我会气愁 为了勇气我才把我的恨一下去呢 请您回去告诉老爷 他不但没砍成我的脑袋 我还带着他的儿子 谁让他说话不算话 只有他的报应 他才是赔了儿子又折兵了 小燕子 你这句话我就不帮你传达了啊 金索拜见福大人 拜见福晋 金索 他们把你也救出来了 是 所以货也越长越大了 各位 我们赶快收拾行装吧 看看缺什么好马上贴 让他们一家人好好说出话吧 阿玛 慧良 我们进屋说话 来 阿玛 慧良 儿子不孝 闯下滔天大祸连累爹娘 现在还让你们二老承受离别的痛苦 我这样的儿子是你们的债务 对不起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才能让你们明白我心里的愧疚 让我跟紫薇给你们磕三个头 谢谢你们的养育之恩 更谢谢你们的理解 支持和体谅 你们的养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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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给福家带来荣耀 反而带来灾难 我没有给两位带来团圆 反而带来离别 我真是对不起你们两位 请你们原谅我 起来起来 两个人都起来说话 起来 儿康 四位 你们都经过了渐进 又经过了节秋车 你们都健康没事吧 身体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啊 我给你们准备了好多的药材 临之人参应有尽有 你们上路后肯定会很辛苦 路上要多吃点补皮 是 紫薇上次病后 身体还没有调理好 现在又碰到一大堆的事 不要把身体疏忽了 父亲 你也是对我那么好 你不恨我 不怪我吗 怪你 为什么要怪你 怪你这样死心塌地的阿尔康 还是为了阿尔康这样死心塌地的爱你 我们做父母的 已经被你们彻底感动了 只希望你们以后再没有什么灾难 那就是我们的福气了 谢谢你们这么理解我们 这么包容我们 这么宠爱我们 也许我们这样任性和自私 孩子啊 我们不能久留要马上离开这里 免得把你们的行迹暴露了 你们就快起来吧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磕头上面了 紫薇 我把我最心爱的阿尔康交给你了 以后 在他脆弱的时候 支持他 在他孤独的时候陪伴他 在他失忆的时候鼓励他 因为这些都是他以后可能要面对的人生 因为他是从一个得意的身份 走上一个失忆的身份 因为我的行李过程 是他要必须付出的代价 我知道 不会牢牢记住你今天跟我说的话 我也向您保证 有我在 我不允许他脆弱 不允许他孤独 更不允许他失忆 如果他有这些感觉 那一定是我做得不够好 父亲 我会牢牢地守着他 紧紧地看着他 让他没有时间来感受孤独和失忆 子薇 你体会了一个母亲的心 你体是一个客人儿 有一件事情我要秉明二位 我久公久婆从济南来 拨绝了我哥哥的身份 老佛爷也撤下了我的指挥 所以 我不是禁止玉燕了 我是谁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你是谁我们很清楚 你是子薇 是我们的儿媳妇 要和尔康共度一生的那个姑娘 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 我跟子薇经历过这么多风风雨雨 生生死死 以后一定会更加彼此珍惜 彼此保护 你们就不用再牵挂我们了 倒是你们 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不知道皇上会不会牵动到你们身上 我闯的祸 要你们替我收拾 替我承担 一想到这些 我就没有勇气再远走告飞了 走吧孩子 不要再犹豫不决了 不要再犹豫不决了 你是蜂儿 我是蜂 我是蜂 战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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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 是蜂战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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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永远我是山梦思想 永远我是山 银明祝福千言万语 留不住 人海茫茫山藏水空 知何结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